有一个姐妹呢 她有一次她说 哇 感谢主 我刚刚这个开车 在freeway上面差一点遇到困难 哇 我太感恩了 神保守我没有遇到这个灾难 另外一个姐妹就提醒她了 她说其实 神给我们开freeway 开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遇到祸患 我们应该为那个也要感恩 神的保护是在暗中的 我们也要承认 你是不是为神保守你肉身平安 而感恩祷告呢 而缺乏为神保守你的心灵不犯罪 不于事弹而感恩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单单要为肉身平安来祷告 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灵不犯罪 这种的保护 比肉身的保护更高一层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不要 candidates Along你的意见 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